全國的工友們、同學們、同志們 我是北京大學一六級社會學系統學生出展學 也是一名北大馬克會長 在過去幾天,平均每天五到六個小時的高橋路約翰中 我雖然沒有被拘捕,但是也遭受了種種廢人的干預 第一天,他們把我帶到英語派遣所的會議室 對我進行搜身,對我進行言語上,人格上的侮辱 還指著自己的胸口說,老子就是很有實力 並且,他們還想強迫我寫一個保證書 自願放棄一切受教育的機會 那一天,他們整整關了五八個小時 第二天,我一走進英語派遣所的門口 就給了我五二棒 左一下右一下,把我的鼻血都打出來了 然後給了一張聲音,給我印塞聲 說,打你是應該的 公安就是什麼強勢 這是第二天 第三天,他們拿了一個藍牙音響 放在我的耳邊 把音量調大,給我聽了整整三個小時 十九大的報告 而我只能坐在板頭上,不動不動 第四天,也就是昨天 他們對我做了什麼呢? 他們說,懷疑我身上有烏鷹設備 所以說要檢查 怎麼檢查呢? 他們把我的皮帶給抽去了 鞋子給脫了 外套給脫了 眉毛褲,內褲全都脫下來了 讓我趴在桌子上,憋著屁股讓他們看 說我教你一個辦法 以後要藏名品,就藏在屁眼裡面 這就是他們對我所說的話 多麼的無恥,多麼的下流 而這還是在學校門外 我想起孫世華律師 想起那些已經被拘捕的工人和統治 那他們在監牢裡面 又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呢? 我不敢想像 我不敢想像這些警察會對他做什麼 我今天必須要把我的遭遇給揭露出來 如果之後我失蹤了 我不再活躍了 那一定是這些人所為 希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跟大家繼續跟朋友們一起 同戰鬥攻擊隊 我會不會被拘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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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被拘捕的